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代替黄文广先生来主持今天的《芝加哥看天下》节目 我是夏明 我是纽约世界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今天我们继续 我跟文广的老搭档孟宣先生 那么我们今天来进行主要是两个题目的探讨 一个题目当然是从美国出发 因为美国我们知道本周星期二 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COME 那么他发布他的新书 就叫The Higher Loyalty 高一层的就是这个中层 另外就是说涉及他的书的发布 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 他的私人律师科恩 那么他的办公室和他的住宅 和他的手机或者电脑 这些设施也都被搜查 然后他已经开始出庭 那么这个涉及到美国的一些问题 我们会讨论 另外一个当然涉及到国际关系的问题 这里边当然是有美国目前开始对中国的两大公司 一个是华为 一个是中芯 那么实行新的制裁 这样引发中美在贸易战上 那么又进一步的升级 那么这里边当然 如果我们要把中美关系的一些贸易战 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 那就是东北亚的局势的复杂化 因为东北亚涉及到朝鲜问题了 整个朝鲜半岛了 现在展开了各种传说外交 所以我们今天围绕这两个问题了 就是我跟孟璇先生的两个了 我们就进行一个交谈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是白发 一个是黑发 所以有点黑白那个 对立 对那个彰显这种某些差异 另外的话呢 孟璇先生也讲到 他更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一个分析 尤其从地缘政治 而我呢 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这些 从全球主义了来分析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那个开讲 那么现在请那个 孟璇先生再显示两句 谢谢你 这个黄文广是去阿姆斯特丹 我想他大概正在逛 这个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 这个红灯区吧 等他回来以后 我们请他 给我们介绍介绍 他逛这个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 这个经历 这个的话可以让我们这边 不要那么严肃 可以soften一点呢 看到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纽约的 这个本部作啊 对 纽约以前就叫新阿姆斯特丹 是的 那新阿姆斯特丹那时候是 荷兰人把这个纽约给开发出来的 之所以荷兰 那个时候是世界的海上的超霸 后来才被这个英国取代过去 这一个历史啊 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荷兰怎么会变成 这15世纪以来 世界几个大的超霸的这个 这个地位啊 海上马车夫 海上马车夫 他的那个像台湾啊 还是 弗莫萨 弗莫萨 那包括印尼啊 都是他的这个 这个印尼这个 他的这个殖民地 一直到二十四十七大战 完了以后 才结束的 好几百年了 所以实际上荷兰跟我们的关系啊 是也跟亚洲人的关系也是很深 我们今天想到就是因为是在纽约的关系 我特别先先讲一讲 那我补充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从Stanton Island来 对 那么Stanton Island也是被荷兰人先占领 所以我们这Stanton呢 就是国家的意思 对 所以后来大概是荷兰人跟英国人 大概又进行一个什么一个竞争了 后来英国人呢 再把这个岛了 就那个拿回来了 所以呢 就是说这样的话 就是你看到Stanton Island 也是一个荷兰名字 像Flushing 我们这个很多人知道 其实Flushing是荷兰人名字 对 所以啊 我们远规正传 对 美国现在的这个 Komey啊 这个 这个更高的忠诚 这本书是热卖啊 对啊 那这个 川普总统 骂这个 这个 这个 Komey的骂的话也够狠的 而这个 Komey 对他的攻击也是 这个是 几乎是毫不留情面 而且反正 Komey现在是 在野之身呢 所以 他今天 几乎天天都在接受访问 对 这几天在卖书嘛 卖书的关系啊 那所以的话呢 这个这个大家就 被这个 国际事情非常麻烦 比如说像中美的关系啦 这个这个经济上的这个 贸易主义的 这个贸易的这个冲突了 这个东西好像都不及 这个更好 更好看 因为这里头又有色情 又有这个 又有阴谋 又有阴谋 又有权力 又有权力 而且还有这个呢 我们也搞不清楚 美国的原来律师的 跟这个 他的当事人啊 就是他 的这个 交往的关系 有哪些 是受保护的 这个事情也是 不是懂美国法律的人 或者不熟悉美国的 这个所谓 他们这种的 这个关系的人 就很 很不能理解 所以 这个事情呢 有人说啊 川普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科文的这个事情 跟那个 那个丹尼 那个这个 这个事情 Stormy丹尼 Stormy丹尼 这个 这个等于是 叫什么 是 交际化 不是交际化 他是叫那个 成人电影的 成人电影 那个 AV啦 我们 AV明星 AV明星 他说这个 他是这个 这个事情 对他的威胁啊 其实比他 甚至受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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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姆勒的 那个 通俄门的事件 对他的伤害 可能还更大 所以 所以 这个事情是 要讲起来 当然是 意识 不能讲完了 不过我是觉得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COME 这么样子的 指责 这个总统 以一个联邦调查局 局长是等于 全国最高的 这个 警察机关的头 最多的 然后他牵涉到 这个 这个 调查的 这个里头 他 对于美国政治的 这个影响力啊 他说 这个川普总统 是一个 不识认的总统 而且呢 不道德的总统 没有道德的 根本就 不拼 美国怎么会 选上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他又讲说 他好像 针对的是一个 黑手党的头 说他是一个 他说是黑手党的风格 他说做事情是黑手党 那 Defend的人呢 也就 也就 骂他骂的很厉害 说他是 这个 一直都是 最坏的 联邦调查局局长 而且从来就说谎 从来 这个是 自以为是 而且是 这个 这个 他把这个 这个 把这个 公正的调查 就是说 他把他变成一个 Zillard 就是说我 谁 谁犯到我 我就要把他 调查到底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 双方的 这种 攻击啊 防卫啊 都 我觉得在 在美国的历史上 恐怕也是很少的 我们中国人知道 这个 所谓的 第二种忠臣 更高的忠臣 就是刘宾燕写的 写的那个第二种忠臣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 他对谁忠臣 你看他这个题目是 最高的 更高的忠臣 更高的是国家 那好 是国家 宪法 宪法 他不是被这个 总统 总统fire掉的时候 他做 那个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他在那边 发表这个演说 他在那边 讲 视察工作 视察工作 说你已经被fire掉 然后他就赶紧就 就坐飞机就回来了 他说 他坐在飞机上的时候 他就 他自己还搞不清楚 不是 有一点震撼 没有完了 他是 倒了一杯红酒 然后 喝着红酒 看这个窗外 说 我究竟对谁 更高重 我爱这个美国 这个 那我们 从一般的人 像我们这种 不是 看到 Comey的一辈子 他是一个 很正直的人 这个律师 律师 然后他做的 司法部 部副部长 或者是 这个 然后做 这个 联邦调查局局 另外他 他也是从 芝加哥大学 法学院别的 对对 所以 按照道理来讲 你比这个 Trump 那个是一个 地产商 是从来就是 就是 狗屁倒灶 这事情 做的一大堆 他这个事情 一个是服务国家 一个是抓钱 而且破产多次 而且他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说 你看我像是一个 要找妓女的人吗 我问这个问题 你现在 就是两个个性 找了很多了 对对 个性差别那么大 对 究竟你相信谁 对 究竟美国 这个这种情况底下 川普总统 会不会因此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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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完蛋 或者忠道 就就 做不下去 可是呢 最新的一个民调啊 呃 显示 美国有 47%的选民啊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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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候选人 他的选举的这个正纲里头 说我是赞成 坦克总统的 嗯 这这些人都不会投他票 是一半以上 对 差不多一半了 差不多一半 对 所以 看起来这个 这个川普 并不会马上受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坦克的影响 而且 这个 科米呢 人家也问他说 你赞不赞成 既然 你认为他根本就像黑手党领袖一样 我们 美国是一个最强法治的国家 怎么可能 找一个黑手党的人来做我们的总统呢 是 那 你赞不赞成 坦克他 他说我不赞成 啊 我认为他应该 这个就是说 呃 美国人民应该有 不能够走一个叫做这个捷径 就是剥夺美国选民的那个选择嘛 就是他认为应该通过政治 政治的这个程序 美国的选民 就是说还要等三年以后 是 一定会那个 才能做 所以 美国这个 这个东西啊 就让我们 在 搞这个 不是 读美国政治好了 我们把美国政治当成一个是 没范本了 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 然后出现 最高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身份 就主持公正调查 大家要对他有信心 可是 发现 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 他的调查本身 啊 是不是 过头了啊 这个总统固然我们很 很很看不起他这个人的行为 可是他去要fire这个这个的时候 他这样子的啊 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动作啊 是不是这个是在民主政治里头啊 是应该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权利啊 就是合法性在哪里 还有忠诚在哪里 还有道德究竟在政治上民主政治里头 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扯到这一件事情上了 我能不能来补收一下 就是你刚才讲的了 就说有两个了 呃 一个了就是到底这个科米的书了 那么他写了什么 还有就是你刚才讲到呃 总统的他的私人律师了 对对对对 那么他的那个就是被那个搜查啊 那么现在他一直在联邦法庭出庭啊 那么到底涉及到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证据啊 那么是不是会那个公开或者由谁先来看 因为总统现在要求说我要先读 到底里面涉及到什么问题 这里边呢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了 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很注意 第一个就是科米在书里边呢 呃 他也讲得很清楚 呃 其中呢 他当那个比如说你看那个ABC 就是呃 那个2020节目 对对对 对那个就是呃 George那个呃 呃 问他呃 到底你觉得这里边呃 俄国人有没有掌握到 那个就是呃 川普总统的他的一些证据 对 那么他作为呃 知道的情况比我们任何人比较多 对对对对 对他呢 是说是几率是很高的 啊 那么也就说这里边呢 但是他也没有讲词 对的 他没有说 但是他但是从他的口气来说 我们知道了一定呢 是一个证据 有相当的 对对对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说呃 那个Cohen呢 他被那个查 当然是因为就是Cohen呢 是呃 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呃 呃 川普总统的 他的这个就是去那个呃 捡烂摊子的 对对对 就是专门 专门替他 开屁股 把这个戒屁股 对对对对 口皮打造 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问题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 这个只要你有权有势 对 你干了任何事情 你有一种专门的律师 这种律师 就是mafia里面 电影里面 就是那个教父里面 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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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是专门 他只替你一个人 雇 我只替你一个人服务 就是因为 可是呢 我是白道黑道 我都使 对 呃 这个这个很厉害 所以的话呢 你在美国这个守法的社会 你没关系 你犯法 只要你有钱 你有事 对 你就有办法 对 躲开这个 这就是那个 Done Collier 在教父里边 他的养子就说 因为他养子很 那个就是冲动的说 我想跟你一起拿着枪去战斗 对 Cohen 就说我不需要你的枪 因为我们家足够有枪了 我需要你的那个就是公文包 所以你去读法学院 当然这里边呢 就说 查这个Cohen 倒并不是因为就说 是直接是因为 而且是因为就是说 这个Storming Dangerous 他提出就说 这里面钱呢 是由他来转的 对 那么这边转 而就是Cohen 他说这个钱 我没有拿总统的钱 对 那么这个钱 是我自己把我的房产呢 去抵押 这样拿这个钱来付他的 那么但是呢 这个那个他们私下的 那个签的这个合约了 总统了 那个又没有签字 那么这里边的话 那么 而且总统说他不知道 对对对 那么这里边的话 就涉及到一个很多的问题 就在于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 正好是发生在选举的钱 对 那么所以这里边 是不是就是说 如果Michael Cohen 他没有拿总统的钱 但是实际上调查 就是说他用了 是总统的 很多的那个机构的 那么这些那个通讯呢 是跟那个 Storming Dangerous 联系的 那么这边就几个问题 就是一个就说 是不是涉及到 一个非法的一个捐赠 对 总统在那个 竞选大选的过程中 如果你一下 13万美元 一下投给了总统的话 那么这个是里边 是不是违反了 选举法 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 那你这个钱转来转去 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你现在说不清楚 你说是你自己的 没有人相信 对 那么所以这里边 是不是涉及到 洗钱的问题 那么所谓的 主要是以洗钱 这个 那个就是经济的 这个就是 可能涉及到 非法的这个转钱呢 对 那么这样来查他的 而且他之所以查 这个美国 因为非常非常重视 这个律师 是跟当事人的这个 这个权利的 保护隐私的 因为我跟律师 怎么交谈 如果这个东西 被没有特权保护的话 我的那个人 不能相信 对 所以这个 居然动用到 这个 就是 是曼罕顿 南区检察官的 办公室 去 去搜这个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程序非常非常 难的 这个 可见的话呢 但是 美国这个里头 也很好玩 我是觉得这个 他说是 如果你帮助 你明明 律师明明知道 你的当事人在犯罪 而你去帮他的话 你是犯罪的 是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啊 你不能够完全拿 你是 这个律师 跟这个当事人之间的 这个 这种特权 我来不被调查 现在吵的就是说 因为 这个 Cowan啊 很可能 他的钱里头 他代理的很多事情啊 有很多 跟这个东西 没有关系的 而且呢 很可能 他这里头有 实际上有犯罪的问题 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去查 这个 怕他销毁这个 现在 为什么 人家说 川普会 很可能 为这个事情 倒霉呢 就是因为 他太相信了 Cowan了 很多证据都在他那手中 证据 他里头很多电话 都是录音的 是的 所以的话呢 你要是在这个 这个总统 这个 所以总统是说 我必须要先看 要是要是 我觉得是 我跟他的 这个律师的关系的 那我就可以 不让这个检察官看 或者不让这个 这个法庭上 这个效率的问题 什么的 但是 但是很可能 Cowan 现在调查出来的 Cowan的 这个 其他的几个 Case 都是跟这个 他洗钱啊 或者不止洗钱 就是 拿那个钱去 就封口费啊 是的 这些封口费 来源都有问题 对 所以 很可能 Cowan在 这律师这种人啊 他有的时候 他是为了自保啊 因为他那个 很可能 他的吊销 整个的这个 就career就被吊销 而且犯法 他还可能真的 做伪证啊 他有坐牢的 这个威胁 对对对 所以 川普现在是真的 这个legal的问题啊 还不是说通俄门 通俄门还不知道 究竟怎么样 通俄门的话 作为一个线索了 就是木了 就一直就是 顺藤摸瓜了 对对对 再就搞越来越大 这就涉及到 川普周边的人 这叫川普的家人 对对对 那么涉及到洗钱 那么经济上的来往 那么然后又涉及到 他的那个就是 那个性生活这方面的 对对对 这些男女关系等等 所以这个我觉得 确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 美国的一方面 我们从这里头看出 他的所谓的rule of law 是多么的 这个就坚持 像穆勒也好 或者是像这个 这个 扣敏啊 他是代表 这个法律的 这个 但是的话 你法律 弄到这么高层的时候 你很难 不牵涉到 影响到政治 是的 而这个影响的话呢 你这个 是由你 像comee 不是在里头 被人家 这个骂的 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说 他为什么 一下子启动 对这个 喜来利的 email的调查 一会儿说 不要调查 一会儿说调查 结果就 喜来利这边的人 民主党这个人 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选败 就是因为你 现在呢 那个 那个 川普也讲说 你就是这个 是这个最坏的人 你是 是要 要入我为罪 那我就 在看啊 就是我们 如果用一个 普通的公民 关心这个事情 来看这个事情 总统既然选出来了 他受到的保护 应该是什么 否则我们这个 国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运作会有问题 对啊 那么我 我想那个就是 谈到我的一个看法 就是你刚才提到 这些政治跟选举 包括跟行政的 他的一些司法 对 他的各种关系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呢 是我们看到 首先呢 整个这个过程呢 你会感觉到了 他们的整个就是 政治程序 或者新闻媒体 或者是司法了 他们在考这个 特权人物 所以他们是在那个 打的就是 搞的就是这些 那个就是特权人物了 那么焦头烂额 所以这点呢 我觉得了 跟那个就是我们 尤其是华人呢 我们熟悉的 中国的法治 有点区别 中国的法治 完全不一样 对 中国的话呢 是这个 刑不上大夫 对 你这个 一旦那个 孙政才 根本就搞不清楚 他犯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最后 就在法庭上 他就没有办法 对 没有办法 来了一个就是那个 抗辩 这里边又涉及到一个 权力的分离 因为这里边的话 确实你看到 总统他作为行政的一方 那么联邦调查局呢 很多有官僚的一方 他也是行政 对 他也就是说 总统可以任意解雇他 但是呢 就是说联邦调查局 他的独立性呢 也是要受到 大家的公认 对对对 因为联邦调查局局长 他任职九年 就是要保证 任职是九年任期 对 就是要保证他的 那个 那个 科米已经任职十年了 对对 有个任期这样 对 那么就说 没有就是科科米 就是九年任期 他还没有到 对对对对 那么就说 作为这个九年 对就是要保证 那个 不受影响 对 他的那个功力 那个就是和中立性 和公正性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觉得 这里边还有一个 就是美国的政治运作了 其实不在于你做了好事 还是坏事 没那么严重的问题在这儿 更重要在于你有没有越权 那么这是有个一个 疆界 就是这个权利 比如说就是像总统 他就说他想那个 如果滥用他的权利的话 你到底多大的程度上 你可以去那个控制官僚 或者多大的程度上 你可以去压制媒体 或者多大程度上 你可以想去那个阻碍司法 所以现在科米就讲得很清楚 因为一个问题问他 就是说 总统有没有阻碍法律的政材军行 他说我认为总统 现在已经犯下了 这方面的这些说法 可是他讲这个话 他自己不是检察官 对 所以检察官如果是认为 这个总统已经妨碍司法的话 对 他这个起诉的 就可以以这个名义 送罪了 对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我们就看到 就是科米的话 他一定会成为 整个穆勒调查的 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证人 对 那么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还会继续发展 对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 可是我们看到 就是美国这一套制度 这么样子的玩法 我是觉得对美国这个政治啊 实在是担心 这个民主政治啊 因为你看得出来 这个总统变得是毫无尊严可言了 你你这个这个这个川普这样子的 比如说 这个这样子的 撒谎杀成这个样子 而且是诚信的撒谎 那么美国的百分之 还有百分之 至少五十的人 那不是四十几了 还是非常支持他 而且他支持率还高 对 那所以的话呢 你这个里头 这个科米 在里面讲说 呃 我的更高忠诚 是对美国的忠诚 国家实现法 但是人家就骂他的 就是说 你的最高功 功臣 这忠诚实际上是对你自己 对 这里边涉及到 就是科米 他的个人的英雄主义 对 个人英雄主义 自恋 他说 余叔和那个 这个右派骂他说 实际上你跟 这个这个川普 性格是很像的 对 你们两个都是那种 这个变成了Zealot 对 可是你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把美国整个的 这个民主政治所 所必须有的 你以玩法 或者说 法律的这个 这个正义性 和什么之类 就这些东西的话呢 你都是觉得 这个国家究竟是 怎么样子才能够 才能够建立起 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这个 对 这里边我觉得涉及到 好几个问题了 一个呢 就是说美国的 政治制度了 总统制了 长期以来 尤其是英国驻美国大使 就是詹姆斯·布莱斯 他写的那个 美国共同体了 那么这本书里面 他就提到 美国为什么没有 就是伟人做总统 那么就是美国总统 为什么不是历史的伟人 那么这里边 就像你刚才说的 美国总统呢 他不像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有 比如说有元首 跟那个政府分开来 就像英国 他是国王 作为就是说不犯错的 他是尊严的部分 首先的话 做政务的 那么他是作为一个 效率的部分 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这个政权呢 有的人是为了这个政权 获得这个合法性和尊严的 另外一些人是去干 肮脏的事的 对对对 政治本身 他需要有一个道德的基础 对 而这个人的话呢 你要是太 震党利益太强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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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法操然 没法操然 没法操然 那么另外有一个 就是什么 就是说涉及到 我们如果看 Komi的话 让我也想到 就是像 我们看到 就是像 悲惨世界里边的 悲惨世界 我们这里 警察局局长 是吧 对对对 那么他 见面的话 他就说 他是执法 就执法的 这么就是意识不苟 的 就这么酷吏了 对 那么最后当然 他有良心的反省 所以当然这里边 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说 在任何一个 政治机器里边 有时你把这个 法律了 那个那个 过度的热情的 那个执行的意识不苟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 这个汽车限速 是50个英里 你如果超到 50个英里的 51个英里 我就把你 拉住罚款 那么这样 这个社会 没法运作了 对对对 所以他有时候 还有这个 人性的 这个根本的判断 还有这个 基本道德 和这个社会的规范 那么另外一个 我觉得就是 也可以那个 看到了 就整个 他这个就是 你刚才讲到 希拉里的 他的这个团队 这些人 就认为 Komey呢 他犯的错了 恐怕了 已经超过了 他现在想做的任何 想让他自己 给拯救出来 对因为你 你那个把 就是这个总统之位 其实给了川普了 对对 他等于是 实际上 川普应该要 要感谢他 他不然的话 他就根本 当不上这个总统 但是你知道 又很冤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Komey他认为了 那个 川普总统 一定不会当选 川普一定不会当选 希拉里一定会当选 而且那个 Komey的妻子 是一个铁杆的 一个希拉里的支持者 三个女儿也是 都是铁杆的 所以他们伤心的不得了 对 可是呢 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的判断是什么 他自己解释 他说如果 希拉里当选了 那个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是希拉里会当选 对 因为我没想到 里面有这么多色额 什么的 买菲斯波克这些的 还没有完全都出来 对 可是那个时候 如果是希拉里当选的话 他的这个 这个 reasoning 就是说 我如果这个时候 我有了那个 最后的一个 就是那个 那个 纽约的 前众议员的 那个 资料 我如果不把它 爆出来 说我们要 要查一查 对 那 以后 爆出来以后 希拉里当选的 合法性就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 当然你在这个时候 他 爆出来 确实在最后选情 就是 是 造成很大的影响 至少 希拉里认为 就是把它给搞掉了 对 这里边有一个 就是人们批评 那个COME 就是有个主要的因素 就在于 你的判断呢 没有遵守 其他的很多的程序 因为他作为 联邦调查局 他是在司法部下面的 对对 所以他当时 对司法部的部长 其实也没有 就是那个 因为他本来 第一次那个 在七月间呢 就是2016年 七月间呢 对 他是没有权利 要决定要不要 把这 这个案子送 这个起诉 或者不起诉 这个不应该 由他来判断 对 结果呢 而且他公布 他认为 这个 Linch 就是那个 当时的 这个法务部部长 是民主党的 对 而且跟 克林顿关系 很好 所以交到他手上 可能会被淹掉 所以他就把他 自己来决定说 虽然希腊里的行为 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他是讲过 reckless到极点 可是呢 我认为 不要 所以 COMEZ里面的 自我盆当 对对 他变成了 这一个人 他这一个人 就决定了 美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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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往哪前 吹 所以你 如果说 2016年的 总统选举 究竟谁来 是kingmaker 对 最后变成了 联邦调查局局长 因为他 长有 这个调查权 对 所以 那这个的话呢 你就 感觉到 就是好像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民主政治 这样也太危险了 是 那么当然 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的公民呢 这种道德判断能力了 因为就像 我记得 那个杰弗逊 他在讲到 当时他们 那个国父 制定好的宪法 做好 我们宪法做好了 那么交给你们 那么人民的话能不能维护他 那么这里面就要去靠 美国公民的 就是公民的这个 就是美德了 Civic Virtues 可是 现在就是说 你比如像 川普这样的一个人 形势有如 黑手党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话 都要检讨了 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 Civic Virtues 这个公民的 我们有没有最基本的 对Decency 跟不Decency 总统这个 我们有智慧来判断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智慧 对然后选出来以后 责任就靠我们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们就要吃下这个苦果 是的对对 比如说 呃他说不应该用这个 这个 Covic说不应该用 impeach 方法来来来 来把这个总统去职 也就是我们下面投票 要来 对他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走法呢 是等于是 走一个捷径 就是把责任推给这个几个人就解决了 由由那个就是国会议员 来帮助美国人民来决定一起了 应该用美国人民来 走一个short guard 走一个这个捷径来解除大家的责任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美国必须自作自受 对让他选票选 再忍受三天的这个痛苦 可是你的总统如果是一天到晚都搞在这样子的 呃 以后如果再来出来 除了有个通俄门的那个 那个在莫斯科的那些 那个撒尿在床上的 那个那个黄金那个就是比赛 对对对对 如果是这个黄金沐浴 对对黄金沐浴 如果有这个视频出来的话 那你这个美国你说你去跟俄国 比如说普京啊 这个当然是普京在后面操纵的 你跟中国啊 对你究竟做一个普通美国人 你可以为自己的这个政治制度 对觉得这个制度很值得你骄傲 你的总统已经降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我们看这个像一个戏一样 几乎川普就从他当选到现在 每天都有都有新鲜事 而且这个新鲜事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moral到这样子低的这种程度 根本不可想象的 可是呢 像comee这样的人在正常的状况底下 应该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人 可是呢 居然在这个里头 他的名声啊 人家也可以笑 他说你这样子拼命的东西 就是为了卖你的书的钱而已 把他的character 就是说他也是一个liar 也是一个这个zealot 就是说疯子一样啊 就是这个狂乐的 狂乐的这个这个 那你说这个这个制度 究竟把人性的丑陋面都揭露到最后了 不过不过这也是 国父当时讲的 就是国父们就讲到 就是美国的就是像联邦党的文集 你看里面就讲的 麦迪心他就讲的 就是用野心 遏制野心嘛 就是好在美国了 是一个分权的体制 三权分立 然后还有独立的新闻 媒体 然后还有官僚机构 还有作用 还有州政府 地方政府 市政府 所以对我们来说 即使有这么多的就是 肥皂剧一样的这些东西 其实你说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也没有造成殖民的一个伤害 对 可是的话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就是说你的这个 就是说你的这个最高的政治的道德 就是一种truth跟trust 对 这两个在这个川普进来以后 是就是说有更多的 所谓的什么叫facts 有的是有说是完全 facts是看你怎么讲了 是有alternative facts 有替代的这种事实 对 那个事实 就是然后这个又有这个 alternative morality 有alternative 进入相对主义的 让我们就无法进行公共的 这个生活 你这个民主政治的最后的这个基础 就就就会被 没有共识 被eroded 对就越来越轻视越来越厉害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看到在全世界人面前 我们宁可 知道有一些事情 是比较肮脏的 可是我实在不愿意 我们的总统在跟这个Daniel Daniel是一个 AV的这个 那么那么我 我不想对Daniel这个 就是说进行太多的 就是负面的 对 因为我觉得他呢 因为我想把Daniel 跟那个就是Bobo Bush 连在一起了 因为就是说Daniel 你看到他 尽管他是AV的那个一个 就是成人电影的一个 隐形了 但是他说你看了 他现在他是要 他说钱我也不要要了 他说我现在就是要 他的钱以前要的怎么要的 对不对 他现在说了 13万那个风格 不要说我不要了 他现在他的名誉 太高了 所以他要这个13万 根本不在小儿科了 OK 那么他又说现在 我现在要让美国人民的 知道真相 然后我要让这个 就是考核这个律师了 意识到他不是在法律之上 他必须要正经手法 那么所以我觉得了 他们都是讲漂亮话 然后进行自己的最 很低的私欲 对 你看到这个话 你只看到人性的丑恶 是这里边也是 又有一个争论了 对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了 就是说如果看到Daniel 他这种有这种升华了 我觉得还是有点就是说 好吧 如果所有的这个就是 脱一五星 最后都这样升华的话了 我觉得也是好 当然我相信呢 可能后面有女权运动的 在支持他 那么说到女权运动 这就想到这个 巴巴布什 因为前天巴巴布什 晚上刚去世 对 那么他作为美国了 就是 就是 只有两个就是女性了 即使丈夫是总统 又是儿子总统 一个是亚当斯总统 对 他那个可能 是不是他儿子做中 他已经死了 那个亚当·昆斯 那个 John Quinn Adams 是他的儿子 对对 可是那个时候 Abigail是不是已经 他还活着是吧 对 不晓得 对 这个我倒不很清楚 对 但是巴布尔布什 好像说是 那个时候 他已经没活了 OK 那行 因为那个儿子 是很晚才当总统 中间隔了就是 很多年 中间隔了 那个杰弗逊 还是麦里逊 对对对 因为亚当斯总统 第二人 对对 然后下面隔了杰弗逊 然后在麦里逊 然后到杰克森之前 他是第六 对对 对对 好像 1820年左右 对 所以那有可能就是说 可能Abigail 可能已经没有在世了 对对对对 那么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所以你看 他是唯一 Bubble Booth 对 他的那个就是地位 就很高了 那么这里边呢 Bubble Booth 他引起一个争议 就在什么地方了 因为呢 你看到他死的时候 或者他那个就是 评价自己 他说我是以 一个妻子 一个妈妈 一个就是祖母了 或者是奶奶了 那么这样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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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解读 或者是奠定 我的人生的 那么这里边的话 人家就说 那你是一个 很聪明的一个女性 那么他也是史密斯 那个学院的 对 他们毕业就是 对 后来就那个 成为那个权子的 那个妻子啊 那么 所以这里边 就引起一个讨论 你说多大程度上 你是在反女权 因为他是比较保守的 还是说多大程度上 他认为 他是在实现 那个女权 因为他就是一个家庭 他的兴旺 这个女权 对 爸爸布什 过去以后 几乎大家就觉得 这是另外一个 时代的过去 是 因为就是我们 刚才所有讨论的 这个 在那个时代 有的话也都被 压下去了 对对对 他是相互教旨的 一个女性 如果是 把家里的丑闻 赶快处理 对对对 他的本领就是 把这个所有 所以他在家里 权力是很大 他就 inforcer 他就是跟那个 黑社长领袖 差不多 对对 那边有inforcer 有那个 法律顾问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看到就是说 究竟过去的这个 就是白人为主的 这种的文化 传统就是 他是 他是50年代 60年代 他变成成人的 是的 他是1920几年生的 223 25年 反正是 所以那一段时间 就是美国的 整个的政治文化 到了1968年 变成一个大的改变 有人说 就是说 布什总统了 他的丈夫了 是80年代的人 他就说 你是40年代 有一个代际变化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这个像川普 他说我们要恢复 美国的grade 美国的grade 就是这些 就是像 就是40年代 那个时候 才是国人 就是美国二战以后 对 那个时候的grade 他社会上有很清楚的 道德的对错的标准 假如说你犯了像这个 川普今天讲 就是召集了什么 以前就完蛋了 马上就下去 到现在为止 很多地方 还是这样 可是的话呢 如果我们出来 这个总统 给人家表现的是 是这样子的 私德的这个东西 而且他最后 他的共和党的人 几乎不敢 向他挑战的话 那你就已经颠覆了 这个 所以我觉得 这个Bob Bush 这个 他的过世 实际上是 给我们回忆起 什么是 30年前 不是 50年前了 美国传统文化的 什么叫尊严 道德 什么叫尊严 道德 就是有基本体统 这个体统 就是说合不合 妄之不识人均呢 人均应该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像 像这个的话 你怎么都不能讲 他是一个妄之识人均的总统 我看到了一个就是 布什的 就是这个 巴巴布什的 他的那个 复告里面呢 讲到说 他当时生活的时代了 什么叫 那个 就是 循规 那就是越 越规了 越规了 对 那么其实就是你出去不戴好帽子 不戴好手套 所以那种古典的这种就是贵族社会了 那种 对 可是 跟今天不一样 这个他这个长处就是说 他是接 Nancy Reagan 做第一夫人 是的 对 可是呢 他们两个都是从史密斯学院 对对 这个 Nancy Reagan 都是穿的最漂亮的 这个style 都是名牌 名家 这个名牌 品牌最高的 结果他全部都穿这个 非常的 这个这个平凡的人的衣服啊 他说他的珍珠都是都是假的 所以他之所以就是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 呃 美国人的现在很怀念他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过去 塑造了一个比较就是真实的 真实的 会平民的 懂得这个应该怎么 奶奶的形象 对对 像他的这个儿媳妇 这个小布希总统的素人 罗尔也是很受人怀念 很受人追进 那这些人的话呢 都是相夫教子为种 对 然后他们当然有这个 就是说我也有我自己的职业 比如说我做总统的时候 我就好好的 慈善了 儿童了 这个就是我要把这个这个 就是 世智 对的 世智的教育 做到这个 所以他的一个 那这一些的话 他们做的也很好 也做的很 很成就也 也也 所以就是 但是男性跟女性 在美国这个社会 现在me too的这个运动啊 搞的是如火如托啊 这个这个东西 究竟是不是过了头 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我们应该思考 讨论一下 对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呢 也比较紧张了啊 虽然我们呢 能不能把这个 从美国拉到就是东北亚 对对 那么拉到中国 那么中国跟美国 那么最近呢 就是你看到 呃美国呢 对呃中兴公司和华为呢 那么进行某种制裁 因为我那个前不久在看的 就是中国国内了 呃尤其是 出了一部影片 叫了不得我的国 对 那么里边就讲到 中国就是 2025的制造大国的地位 对对 那么有一种就是 好像就是说 美国了就是已经衰落 因为你知道长期来 都说美国衰落 中国崛起 对对 那么好像呢 中国了就要取而代之了 呃 那么虽然就是 有人呢 就在那个调侃 就说呃 中国没有崛起的时候 人家打你脸 啊 那么现在已经崛起了 那么有人说是屁股崛起 人家贴你屁股 那么虽然就说 这里边呢 就是你看到了 就是中国了 那个目前呢 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读了一个 就是纽约时报里面 报的就是中兴了 因为它的芯片了 对 那么都是美国这边 那个提供的 如果他要就是 受到这种制裁 如果美国不给他提供 核心技术的话 估计他90%以上的生产的 那个产品 都要全部要重新设计了 对对 那么当然我看到 那个胡锡进讲 他说每年呢 他说我们要花 大概他给了个数字 就是说要花2000亿美元 来买这些核心技术 对 他说那我们用我们的市场 我们自己开发出来 那我觉得他一种 大跃进的这种想法 你怎么看 对 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说美国这个 集体的陷入焦虑 就是说以前中国 对你的威胁 他是认为可以等前失职 因为你毕竟 你毕竟是低端的 拉赫什么之类的 劳动力 而且美国的基本的想法 就是等到你比较这个 有钱以后 你就会把政治制度 也会改到 你会变得像生死一样 对对对 一时除物而后自如 你就不要去倒计别人的版权了 就不要偷人家的什么核心 这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就是说美国现在就是整体的觉醒 这些心情过来 就是我们原来对中国的 所有的假设都错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 要玩硬的 就中国人不给你玩 你原来想设计的游戏 不是因为原来啊 美国有很大的自信 就是说 我们呢 最好分工好不好 你事实上 过去这三十年呢 你占了便宜 对不对 你就是按照我这个规则玩 我占的 变成很大 我提供给你micro chips 你提供给我就是potato chips 对对对对 可是这个的话呢 他说是挺好 这样好不好 你就永远做这个这个 低端的 低端的或者消费品啊 或者什么 你还可以继续发财 对 世界的事情我管 就是世界的这个霸权的军师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我来负责 这样子好吗 当然这不不可能符合 就是整个中国人的这个 那个就是 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 对 答应这个 中国毕竟是有几千年的文明 而且有十三亿的这个基因词了 对对 天才人会也是很多 所以不是 就是说美国这种自信啊 他就认为他这一套制度啊 就是自由民主的这一套制度啊 就是西方的这一套制度啊 必然是最后所有人 只要你发达起来以后 你就会走到这条路上 现在发现不对劲啊 所以的话呢 他必须要趁着你还没有真正完全发展起来 我就要打你 而且要打 把你最好一招毙命 把你的所有发展的可能啊 就是把你按压你回去 这一部分呢 这是所有的 从有人类以来的大国斗争的历史 这个老实讲 民主政治也好 或者什么自由主义也好 或者自由民主这个政治也好 在十九世纪不能够 这个阻碍那些资本发达的国家 到世界上去搞殖民主义 而那个殖民主义是 是很很可怕的 那个啊 21世纪 同样的 他没有这个 他在国内可以自由民主 可是到了 一碰到这个 对他真正有威胁的时候 他打你的那个 跟你对抗 要把你 就是干 把你 憋死和窒息死 他出手是绝对不会 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这个 怜悯啊 康瑞的那个写的那个小说是 关于就是 比利时对 康康康康康 那个 黑心的 对对对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国际政治跟国内政治是不一样的 美国这样子的制度 他有没有权利去 叫中国说 你要实行我的自由民主的政治 这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二 一旦到了国际政治 彼此都是一个 还是完全按照 人性的这个所谓丛林法则 在这边呢 你有没有权利 因为你比如说北韩这件事情 好了 北韩国内的这个这个残酷啊 这个这个暴虐啊 独裁啊什么的 我们都知道啊 可是 就看着金正恩这个年轻人 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 他耍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厚黑的权术 厚黑的权 这个就没有什么厚黑 厚黑了 现实主义的来说 现实主义 他的生存法则 他玩的那么漂亮 让大家都说 哇这个人真是了不起 那他这个就是 事实上是有两个层次的一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在一个 纯粹靠丛林法则 适者生存的这种 这种的标准来看的 那我们必须承认 他是一个有有本事的人 而且手腕的 手腕的人 以他那么落后 以他那么小 以他那么这个 这个年轻 可以把这个习近平 川普 把普京啊 把那个文在寅 而且把那个安倍 甩的 不小心甩的拿去了 那大家就会很佩服他了 那这一部分是国际政治 没有什么对错 因为他他他做的是 按照他的最有 最有力的这个选择 对不对 那 美国现在也是说 我只要能够对我这个这个国际政治和东北亚秩序有利 那我就愿意跟你那个 那里面的人说 对北韩的这种批评 一样就大家听不见了 对 那不过了 我呢 这点呢 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区别了 因为前几天呢 我在那个华盛顿 我去参观那个罗斯福总统 他的那个纪念 对 那个目的 那么不是目的 他目的在那个就是 上州的 Poughkeepsie那边 对 那么就是参观他的这个纪念 那个就是那个 贝勒那边 那么他就讲了 就是我们那个不是来征服的 我们是来那个解放的 我们来是给你自由的 对 这一点就是美国的最大的问题 美国的这个 liberal的这种 hegimony 对 就是霸权主义 对 会使到其他的国家都反对 所以美国 这里边就是涉及到 是不是有一个自由的帝国的问题 对 因为有的帝国 他的那个帝国心态了 就是说我是给你自由的 我都是来帮你 对 解放你的 对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 就是说有时候了 就是说 第一个了 就是各种 就像你刚才讲的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 他有不同的至尊 那么有的时候 是你要帮我来越出带炮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 就这个事情反感你 对 那么另外的话呢 当然就说 你如果要承诺 说我要是你的人民自由 那么本身这个就是 让我来代管你的事情 就拨动了你的自由 对 另外呢 就是说一个任何一个国家 他有没有这个资源和能力 真正把一个事情 就像习近平同时说的 我一张蓝图可以会到底 那么你美国 那个在过去的一个世纪 是不是把每个地方 你要建立民主 国家转型 或者制度重建 你是不是可以一张蓝图会到底 那么这里边呢 都有一个现实的考量 就资源是有限的 对 那么这里边呢 我觉得呢 有一点呢 我想提出来 跟你两个就说 商量一下 就是讨论一下了 因为我从 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了 比如说 像我看国内对 目前的格局的这个评论 尤其是在叙利亚这个释放那个毒气 这个里边的以后的评论 那么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中国的政府了 至少有几点了 那我觉得是走到了一个 就是我认为你可能并不完全同意 就是我认为走上了比较邪恶的方向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中国现在就说 它很简单 它是从原来的那个结盟跟美国结盟 亲西方 然后来对抗苏联 现在你看它基本上是就是说 那个清俄 然后挺叙利亚和挺北朝鲜 那么这里边是很清楚的 我认为这个选择是错的 因为它毕竟是 所以我这一点的话 我就觉得说 用邪恶或者是这个道德 来形容这个英美啊 这个我就认为 这个在国际政治这个层面 尤其是地缘政治这个层面 这就是这个是 过分的价值判断太多了 那么如果叙利亚这个事情 你知道我看来 越早结束内战是对大家最好 已经打了七年 死了那么多人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内战是最难结束的 是的 所以的话呢 在结束的 甚至用这个用了毒气 当然用毒气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可是你如果有有能力 因此能够很快的结束内战的话 结束把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至少搞搞把这个这个 因为你如果不用这种办法 你可能再要延续好多年 这个继续打下去 而且打不出结果 但是我这里边又跟你两个 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就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作为民主国家的一个领导人的话了 他就是会那个辞职下台 他就会给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 那么因为我觉得阿萨德从他的爸爸 到他今天他们已经统治了半个多世纪了 那么他们没有给人民的一个就是说 关机重新启动那个机会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只能用这个办法 为什么你推翻了像小布希总统 用武力的方式推 对不起 推翻了那个那个萨达姆 对不对 结果是什么 死的人更多 萨达姆坏 可是你这个解决办法 如果不能建立起秩序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就是变成了像霍布斯讲的 就是人与人战 在那个中东那个地方 你让人民选择从2001年的 2011年的那个阿拉伯之春 有什么好结果 对我这点又给你两个 有一些分歧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觉得 你讲到的确实就是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伊拉克了 也在就是进行那个重建 而且了秩序也在之间恢复 因为这里边呢 就是你涉及到一个霍布斯的 这个无政府状态 那么也就是中国领导人 长期说的乱 对 我们中国人就怕乱 对 但是其实这个乱呢 就是可以两种视角来 那个理解 中国人的传统的视角 就是你说的霍布斯的哲学技术 就是认为一乱的话 他就人吃人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国家没有秩序 国家崩溃了 但是你如果换一个视角 就是我们换从洛克的视角 对对对 那么如果乱的话呢 并不是说就是说 没有了政府 无政府状态 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就全部崩溃了 因为我讲完就说 他里边还有家庭 还有教会 还有那个朋友之间的友谊 那么还有就是各种公民 那个团体 那么作为洛克的讲法来说 乱的话就给我们一个 重新做的谈判桌 来重新建立新的契约的一个机会 可是先要结束乱 对呀 那么否则不结束了 就是我们现在在中东啊 实际上是生活在这个霍布斯的这个情境底下 你至少要先跨过这个 你至少要 这个洛克这个是什么 是已经到了他的这个第一个宪法 是在Virginia那边实行的 就是说他已经基本上有了秩序 然后他假想一个 大家可以签这个这个这个社会契约 这个签社会契约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他们这个 imensionative想出来一个东西 像我们就是说 为什么我认为 就像西方这个整个这个制度下来 他基本承认的是个人的权利为上 最第一是最优先的这个 可是呢 在多数的传统的社会 或者是 实际上都是以家庭 以clan 或者就是部族 或者是以这个东西 所以个人的利益 因为他没办法 他没办法保护自己 一个人如果真的那个 那个认为说个人可以签 这个形成社会契约 这是一个假想 对 所以的话 那么个人的话是要通过政党 通过集社来整合起来 可是那个什么集社 这个政党那个都是很后面 最重要的还是primary 这个这个就是说你的直接的亲属 你的直接你认识的人 因为只有在那个 在真正的问题来到的时候 只有这些人才能帮你忙 而所以这个 等到现在 在像西方啊 他是因为有了物质的条件 很丰裕了 才会逐渐的把这个自由民主的 这个建立起 这个体制建立起来 而很大部分的社会 全世界主要的社会 都还达不到这个这个程度 你就像为什么这个这个阿拉伯之春 这个在起来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 哎呀 这个美国就说我们 你看我们在在中东 然后呼唤民主 这个果然有成果 结果几年以后 我们就发现 阿拉伯之春实际上带来的是 更多的毁坏 更多的问题 我我我那个就是同意你的一个 就是看法就在于什么呢 就说人类的社会的治理 是三元的 嗯 最那个自然的状态了 当然是一种那个丛林状态 无政府状态 那么经过了就是伟大的这些那个 尤其是战争的英雄 一个统一个国家的一个统一的领导人 比如像成吉思汉也好 或者是就是说秦始皇也好 或者是查理曼大帝也好 那么或者是乔治华盛顿也好 或者就是说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日本的 那个比如说三个那个就是那个山雄 后来那个最后就是 对那么结束对 那么这样的话进入到的就是 嗯 末府时期 那么这里边呢 当然就有一个专制了 可以建立秩序 那么可以结束这个无政府状态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就说这种专制了 又产生了一种两个动力 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专制的那个君主的话呢 最终会把人民呢 给就是纳入到政治体系里边 成为这个参与的这么一个主体的话呢 那么这种专制体系呢 才会往民主方向走 但是另一方面呢 如果专制的领导人 如果把人民呢作为一个就是 呃人制了 来任意的就是 来了一个领导 或者来了一个呃呃 那个奴役了 然后用呃他所说的这种就是乱了 就比我这个奴役还可怕 来绑架人民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又会把这个国家最后最后抛向 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觉得像北朝鲜这些国家 甚至中国也有这个威胁 因为中国呢 现在已经有就是 嗯 近70年的这个所谓的专制 就是把原来的 那个分散的这个马铃薯 现在把它弄到口袋里面整合起来 但是下面中国要怎么走 那么也是两个方向 怎么样能够就是走出来 这种专制状态 让人民呢 那个进入到政治治理体系 让中国 可是不管怎么讲 中国怎么走 都走不到美国这条路上 对啊 但是就是说中国 可能如果做不好的话 就再回复到这个也可能 乱的状态 对 而乱的这个根源呢 不是因为说老百姓的什么什么民主意识不够 而更多的是因为政治的那个那个领导人呢 就像我刚才认为 就说比如说像 呃呃一个国家的命运呢 有时呢 确实会被就是那些落后的反动的政治精英呢 或者是说邪恶的政治精英呢 那么所那个绑架的 这点我觉得 我还是认为 呃有有邪恶的 有很多人他做出的事情 比如说就像金氏家族 他们在90年代上百万的人饿死 他们为什么没有谢罪 为什么没有下台 那么同样的像今天中国的话呢 他有的地方做的 无论是从那个就是那个国内镇压 呃或者就是说迫害 呃包括对就是说那个知识分子的迫害 包括刘晓波被那个就是那个迫害致死死在监狱里边 包括我们这些人 那个就是不许让我们那个那个回家去探望 这个就是自己的那个亲人 那个呃呃归家的权利都没有 这些我就认为就是邪恶 那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一个政治家呢 他做的事情呢 呃不仅我们刚才前面讨论到 老百姓呢要有公民的美德 我想任何的领导人呢 也应该有个底线 要有就是政治家的那个基本的美德 那如果公民没有美德 政治家也没有美德的话呢 这就是因为 这就是世界的灾难了 因为你这个这个国民的素质决定你的政治家的这个这个 这个像美国 比如像美国一般来讲 对 是一个比较有美的社会 对 但是你还是可以出这种 对 但是杰弗逊呢 他又讲过就是政府呢 是人民的老师 啊 所以我就觉得好在什么地方了 美国出现这么多问题了 都在那个敲打这个政治精英了 所以让未来的想做政治精英的人就说 那我的行为举止了 我就必须要像个政治精英 我就不会去做这种狗屁刀子的事情 以后让我像麻烦 可是的话呢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这个实际上的 是每况愈想啊 在在美国 所以这就是两方面的责任 我认为有公民的责任 那么公民应该继续努力 包括重建公民社会 包括对道德的那个建立 包括我们讨论就是怎么样 要不要把这个社会或者世界的这个道德的这个基础给撕裂 另一方面还有政治精英了 那我觉得你如果想做政治精英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 这样才会有道德的领导能力 感召你这就是科米讲的 我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这个leadership这个领导的这个能力 对可是的话呢 因为政治本身是一个充满权力 这个斗争的这个场所啊 所以的话 人性本身就有他往善的也有往恶的部分 对 在很多的时候啊 你在进入政治斗争的时候 你就在发扬人性的恶 啊 因为你不用这个恶 你就没有办法制造出秩序出来 啊 所以的话呢 在中国的所有的开国之军 历史上来讲 几乎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都是 蒋介石你不我 你不如我毛泽东 那么样没有道德底线 那么样狠 那么样无情 那么样无耻 你就被我打扮 好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历史经验 我们的时间呢 对对对 我来去想那个最后总结一下 对对对 我给你没有发言机会了 他们因为有一个就是故事了 就是说蒋介石跟毛泽东撞车了 哈哈 然后呢毛泽东赶快下来说 这个 那个 大哥这边你是不是受了惊吓受了伤害 蒋介石说人倒没有就是车子撞坏了 那毛泽东说那就好 只要你身体那个那个无恙的话 那就是该庆祝的 所以毛泽东拿出了茅台酒 就是给蒋介石生好酒 他就说来对干 然后就是那个你先先干那个尊重你 那么蒋介石就干了 干了就毛泽东不干 然后蒋介石为什么你不干呢 嗯 毛泽东说等警察来吧 这事就完了我再干 所以你说当然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呢就说 嗯 政治呢有不同的玩法 嗯 确实有后黑的一套 但是另外呢还是有崇高 还是有就是说 对 让人自由 让那个民众呢 那个能够有这个自由空间了 不断的升华的 那个就是一种玩法 所以我觉得呢 人性呢当然有坏的一面 人性呢 他是有这个坏的这种一种 就是人类的一个道的一个肿瘤一样的 癌症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呢 人性呢 他是可以变化的 可以根据我们的环境 根据我们的就是那个自我的约束 同时呢根据我们呢 对未来呢 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来 规范自己了 可是民主政治是基本上 是建立在人性是恶的 自然的那个基础上更多 中国人 多数人认信人性本善的 嗯 可是中国的这个人性本善论 造成了道德的最坏的 造成了这个政治最没有底线 最坏啊 所以我们这个善恶 那个之争的话就是 3000年的这个伦理学和政治学 和哲学的争论了 我们就没办法争下去了 我们就到此结束啊 那个谢谢观众 谢谢听众 今天很高兴跟孟玄兄呢 就是我们大家呃 代替就是黄文广先生呢 做了一期《芝加哥看天下》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观众 各位观众 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是国际笔会的会长 Jennifer Clements 她是墨西哥籍的 那么最近几年是担任国际笔会的会长 她自己是写诗 写小说 也写评论的 那么最近她还在写一本她自己的自传 那么Jennifer她做这个会长呢 对我们独立中文笔会有很大的支持 她特别支持刘晓波 刘翔还有很多 因为她自己是女作家 所以她也很支持女性的作家 那我现在要有一些问题想跟她谈一谈 Jennifer first of all I want to just say great thanks to you personally and also to PEN International for all the support you have provided for our PEN members and also NUM members and you are a woman writer and I know you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for the situation of the women writers in other countries will you please just say some words to our members in China and are you worried about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ICPC I am very much worried so I would like to hear what you say 我的问题是想请她跟我们的那个比会的会员 还有中国的同行们说几句话 因为她一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支持 so I'm very sorry that I don't speak Mandarin but I heard in your words the name of a great Chinese man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who is a hero in the world and a great hero for PEN and I guess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you know, we really because we're an organization that believes in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also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to create social change and we honour the arts so I think that, you know, within PEN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hina and in a strange way it's something that is painful for all of humanity because the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credibly beautiful the literature is so profound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the arts and so it's not only a lo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t's a loss for humanity and I have to also speak for the Tibetans because in PEN we love our PEN Tibetans very much and they have now been exiled from their homeland for 66 years and that's very difficult 刚才 Jennifer Clemens 她说 因为她听到我提到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刘晓波 那么她说她 刘晓波不只是一个英雄 不只是对中国人是一个英雄 对于整个的世界 她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 那么文学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工具 能够沟通人类的感情和他们的思想 那么所以言论自由是决绝对对 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 是不可以受到侵犯的 那么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古老灿烂的 她非常的希望 中国的文化能够继续发挥她的这种 的傀儡的色彩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只有如果言论自由的话 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 另外她对西藏 Tibet 她对于西藏的作家的命运也非常的关心 因为西藏的作家 很多的作家是生活在流亡之中 那么他们的遭遇 他们同行在国内的遭遇 还有他们在流亡之中的一些遭遇 也是让她非常非常关心的 西藏的作家 那么我们今年国际笔会的年会 是要在印度的扑那举行的 选择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 是因为那里也就是在印度 有很多流亡的藏人作家 所以她说希望不只是有流亡的藏人作家 也希望有很多的流亡的中国作家去 那么他们就可以进行对话 我让你一件事 有趣的故事 我曾经有一个厉害 认识到Octavio Paz 我从Mexico 他认识到Nobel Prize资议 不在习书,不在习书,但在习书。 一晚我和他吃饭了, 他说,我只有两个悦在我的生活。 我说,告诉我,什么悦是我的悦? 他说,我的第一个悦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学习 Mandarin。 然后我说,什么是第二个悦? 他说,我不会告诉你。 所以,谁知道。 你再重新一下名字吗? 我抱歉,我没有认识。 Octavio Pass。 是的,当然。 他刚刚跟我说,他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 他只要说,那个不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Octavio Pass, 这个西班牙文的作家。 那么他跟他一起谈天吃饭的时候, 这个作家就告诉他说, 我这一生有两个遗憾。 第一个遗憾是,我从来没有学过中文。 那他就问他说,那你的第二个遗憾是什么? 第二个遗憾是我的秘密,不告诉你。 Maybe it's Tibetan language. I think it was maybe a woman. Oh, probably. 他说,我说也许是,他没有学藏文。 他说不,也许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 The last question. You are a writer who enjoys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You can say and write and think as you want. And, but you know lots of our colleagues in my country, in China, and even in your country, in Turkey and so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y don't enjoy this freedom. How will you encourage those who are living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at they cannot just do what they want as a writer? Well, obviously it's a great tragedy. And we do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Yes. It's very difficult. And we have, you know, advocacy programs in Penn. We work very closely with ICORN, to which is the cities of refuge to try and bring writers that are in risk or in peril out of these countries where the writers are at risk or in danger. But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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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also a work of great privilege because I do feel that I'm in contact with the bravest people in the world,people that will say the truth and risk their livesfor the truth. Yes. 我问他,我说你自己是一个生活在自由空间的一个作家 那么可是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其他的我们的同行们 在不同的国家,在中国,甚至于在他自己生活的国度 墨西哥和其他土耳其和很多的国家 那么我们的同行们都没有这种自由 那你愿意对他们说一些什么话 怎么来鼓励他们呢? 他就说国际笔会有很多的一些项目 来帮助就是受到胁迫的作家 或者是非常困难的作家 来帮助他们来鼓励他们 还有一个项目叫做ICON ICON是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专门支持这个有困难的作家 提供他们经济的援助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他说我们只能够尽力去帮助他们 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自己作为会长呢 他有这么好的机会接触到非常勇敢的非常伟大的一些人 他们生活在困境之中 但是他们还是继续为了他们的权利 而为了他们的尊严和他们的兴趣而努力 谢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真的, that's really great I will send you the link Okay I'm sorry I made a little jok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